陈宇凡被认定西都成瘾,白白何曾说,难以接受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,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陈宇凡的前途毁于一旦。 别说是因犯错三年复输不了,就是没有犯错,在娱乐圈消失三年的时间,再次复出想要重回巅峰,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 回想之前,陈宇凡虽然长得不是很帅,但是也算是一个人生赢家,有一个貌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,同时,事业也是发展得如火如荼,而现在这一切都破灭了。 其实这一切,多少跟感情和工作有着一定的关系。 陈宇凡和白白何,本是一对温爱的夫妻,直到2017年白白何,爆出可蒙小鲜肉的绯闻之后,两个人离婚的事实才浮出水焰。 而在事实爆出之前,两个人依旧还是以温爱夫妻的样子世人,还一同参加节目,想必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少受点伤害。 但是离婚这件事情,应该对陈宇凡组有很大的打击。 之前在参加某个节目的时候,白白何就说自己是陈宇凡的精神支柱,而两人离婚,这无意对陈宇凡是个致命的打击。 除了感情方面之外,工作的强高度和压力,也是导致陈宇凡今天这样局面的其中原因之一。 之前两个人在参加节目的时候,白白何就曾经说过,难以接受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,这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孩子。 因为孩子的作息要正常,如果每天都是晚上才见到自己爸爸的话,时间超了肯定会影响孩子。 白白何在节目中也举了一个例子,有一次陈宇凡为了自己的演唱会,工作了两天两夜的时间。 工作昨晚之后,回家在床上躺了两天的时间。 对于陈宇凡这样的工作的作息,他表示难以接受。 甚至说,不能做就不要做了,这句话对于陈宇凡的打击非常的大,作为家庭的顶梁珠,他肯定是想要把工作做好。 这不仅仅是为了家庭,也是想喜欢他的粉丝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后来白白何也意识到这一点,在演唱会结束的时候,白白何向陈宇凡道歉了,而陈宇凡听到白白何这样说,当场也是流下了眼泪。 从两个人之前的节目可以看出,白白何对于陈宇凡来说,真的非常的重要。 而且从中也能看出,陈宇凡能够有今天的成绩,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。 为了演唱会,很多的事情都亲力亲为。 任何人的成功都是有道理的,虽然陈宇凡犯了很大的错,但是,这也磨灭不了他之前的成功。 同样的,之前的成功,也不能掩盖他犯错的事实。 不管生活中有多大的困难,都不能触犯法律,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以此为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